中国台湾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永青 我们叫台湾学友在大连 那大家知道小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在大连话其实就是小伙子的意思 那我来新疆这边也学到了新疆话小伙子怎么说 我就是叫巴狼子 所以这几天我们就要改成台湾巴狼子在新疆 一开始担忧的地方可能对这地方不太熟 第一次来再加上这边饮食可能会不习惯 但是来了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些问题 那饮食很多肉但是蔬菜的部分也很多 所以也不用担心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我觉得新疆的朋友相当的热情 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内向 比较不好意思跟大家接触 但是我发现来这边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就不管你怎么样 他们就很高兴就会来跟你打招呼 跟你跳舞啊跟你唱歌啊什么之类的 包括吃饭什么他们都很热情的跟你聊天 那在介绍这边之前 我们先回顾昨天我们去八音布鲁克 跟九曲十八弯的风景 那我们现在在九曲十八弯这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真的是很壮丽 然后据说就是在黄昏时分的时候 就是在九个弯的地方 会映出九个太阳的倒影 那感觉就很漂亮 那现在现场就是也很多人在等这个场景的出现 那我们现在在博士坦湖 那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那这里真的是很辽阔哦 就是这里看起来就像海一样 我们现在就在游艇上面 那我本身是从大连过来的嘛 就是常常也搭游艇出海 我觉得这里的这个湖跟大连的海 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这里大家在游艇上很稳 感觉风不是很大 就浪比较平静 那其余都很像 包括这里有这个燕鸥 那在大连有海鸥嘛 就是你也可以丢面包巍巍的那些燕鸥啊什么 就是还蛮有乐趣的 这么快 我还在找 我还在找就已经被叼走了 那这个猪狼蚊其实已经很久没人骑过了 刚开始拍的时候有人骑 没想到这次来这边又有人说我长得像猪狼蚊 那这首先当然也是很兴兴哦 那就是感觉还可以改另外一个网名叫 呃台湾猪狼蚊从大陆这样子 拜拜